2021年6月1日,上海市华侨事业发展基金会希望轮椅专项基金启动仪式成功举办。 本次活动由上海市华侨基金会发起,得到了以色列住户总领馆和中以上海创新员的支持。 活动上,希望轮椅专项基金启动街牌。 据介绍,希望轮椅是一项在以色列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公益行动, 通过提供一种轻便、耐用、易于组装的儿童轮椅,帮助行动障碍的孩子走出家门,融入社会。 目前,希望轮椅已经让23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行动障碍儿童受益。 2020年12月,以色列新任住户总领事爱德华先生访问中以上海创新员时, 首次在中国提出希望轮椅行动倡议。 在终以爱心企业、爱心人士的推动下, 希望轮椅专项基金在上海市华侨基金会发起成立。 搭建起终以两国民间公益合作的桥梁, 为中国的行动障碍儿童点亮希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